你觉得女人生气应该哄吗 女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生物 有时候她会莫名其妙的生气 其实她只是想做一下 你要是不哄她 她就真的生气了 但是你要哄她 哄着哄着 她就真的觉得你错了 我觉得哄与不哄 取决于你的抗咒能力 请问你是什么学历 请解释下面几个成语 只知道书本知识还不够 还要学会送礼 人一旦变穷了 别人就会用两个白眼看你 经常忧愁的人容易感冒 房子不好卖了 不再限量了 五湖四海 凌晨五点在湖南 下午四点在海南 怎么做才能忘记一个人 找新欢 请问拿真心为了狗 是什么感觉 为了狗也就算了 狗却说还是喜欢吃死 在森林里突然遇到老虎 怎么做才能救命呢 立马跪下任爹 因为虎毒不死子 为什么女人都喜欢大款 因为小钱 他们自己有 为什么漂亮的女生 都是骗人的 因为不漂亮的女生骗你 你很难相信 哎呦 为什么结婚都要选个好日子呢 因为结婚后就没有好日子了 你觉得人生像什么 有点像上茅厕 为什么呢 即使已经很努力了 结果却是个屁 请问为什么男生的被窝比女生的软和 因为男生是小伙子 女生是小姑娘 请问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婚姻 没结婚的急死 正结婚的乐死 结过婚的后悔死 离过婚的伤心死 情书上的我爱你是笔物 婚姻上的我愿意是口误 结婚是错误 生小孩是失误 离婚是醒悟 再婚是执迷不悟 新婚交期咋看都像游物 老夫老妻咋看都像怪物 不解风情像植物 百依百顺像宠物 能给他想要的你就是个人物 给不了你就是障碍物 看破红尘到最终大彻大悟 啊 多么痛的领悟 你好 请问你有生育三胎的计划吗 没有 为什么 我觉得三胎并不重要 那你觉得什么重要 娶老婆比三胎重要 听说那些有钱的男人 都同时照顾着多个女人 请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没钱 所以我想多找几个女人照顾我 请问你是好人吗 是的 为什么 因为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我这么穷肯定是好人 如果有美女勾引你怎么办 三十六季中的一季 是走为上季吗 不 将季就季 请问你工作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见你请过假 我不敢请假 为什么 因为我一请假 老板就会发现 有我没我都一样 哎呦 你吗